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 孟德尔的单性杂交实验 知道了一种性状遗传 控制它的基因是成对的 分成显性跟隐性 也知道了分离率 孟德尔就在想 碗豆有这么多的性状 那性状在遗传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互相有影响到 也就是说 A性状这个遗传 会不会影响到 或者干扰到B性状的遗传 所以它又设计了实验 叫双性杂交实验 进而发现了独立分配率 双性杂交实验 性就是性状 一次观察两个性状的变化 大学举例子是 种子的形状跟颜色 这边的种子其实是子叶 因为种子包含的种皮有颜色 有子叶、胚芽、胚根、胚种 胚乳等等 而碗豆是双子叶植物 所以它的胚乳不发达 是子叶 它的种皮很薄 呈灰色的 所以我们看到 种子的颜色是子叶的颜色 我们看实验的过程 种子有分成圆跟皱 颜色有分成黄跟绿 在单性杂交实验的时候 梦德尔都得到圆、皱 还有黄跟绿它们的数据 还有这些碗豆的品种 所以它找了又圆又黄的碗豆 跟绿色的皱皮碗豆 来做杂交实验 而这个圆跟黄都是显性的 这叫双显性的纯品系 跟双隐性的纯品系做杂交 就在第一子代的时候 表现型 它只观察到圆、黄的种子 这是表现型 所以是一种显性的表征 所以第一子代都是显性表征 跟在做单性杂交实验的时候 第一子代一样 都是显性表征 然后再让F1世代 自花授粉 也就是自焦 结果第二子代出现的表现型 总共会有四种 圆晃、皱晃、圆绿跟皱绿 然后孟德尔去算第二子代个体数 发现这个比值是大约9 比3、比3、比1 当孟德尔得到这个数据之后 就借此推出了遗传第二定律 那为什么知道这个数据 就可以推出遗传的第二定律 然后来看一下 圆对皱是显性 显性大R 皱是小R 所以这个大大这里小R小R 黄对绿是显性 黄就大Y 绿是小Y 所以这里大Y大Y小Y小Y 所以产生的第一子代它的基因型是这样子的 大小R 大Y小Y 然后让它做自焦 那为什么第一子代这种基因型制焦之后 产生第二子代表现型会9比3比3比1呢 老师先提一下国中阶段学过的棋盘方格 我们看这里 圆是黄 这个是皱 所以这是皱绿 这个是清淡 清淡双显性的纯品系 然后在形成配值的时候 同一队的遗传因子会分开 而分配到配值当中 所以配值有大R大Y 而皱绿的配值是小R小Y 这是前面学过的分离率 所以在第一子代 它的基因型就是大R小R大Y小Y 然后让它做自焦 产生的配值有大R大Y 不是同一队的遗传因子才可以形成配值 还有大小Y 还有小R大Y小R小Y 那一个是熊猪 我觉得这里是熊的 配值有这四个 这里是母猪 配值也这四个 所以这个棋盘方格 其实是第一子代F1的棋盘方格 所以我们看熊的跟尺的 各有四个配值 配值之间的寿金是自由寿金 所以有16种组合 4、4、16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又圆又黄的 1、2、3、4、5、6、7、8、9 然后黄皱的有 1、2、3、3、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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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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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1 所以用棋盘方格也可以算出 9比3比3比1 所以棋盘方格算出来值 跟孟德尔做双性杂交实验 所算出来值是一样的 那可以用棋盘方格去解释 孟德尔的双性杂交实验结果吗 其实棋盘方格并没有表现出 孟德尔双性杂交实验真正的含义 它并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老师建议不要用棋盘方格 去分析双性三性或者多性杂交实验 棋盘方格需要更细腻的分析 待会我们再回来讲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里 这个9比3比3比1的数据 当时孟德尔怎么去解释 首先有他之前做过的单性杂交实验 先用单性杂交实验做例子 清淡有圆跟皱 还有一个是缓跟绿 把它分开 就把这两个形状分开讨论 就把这两个形状分开讨论 这个第二次代也会出现黄跟绿 这个比值也是3比1 而孟德尔他的数学非常好 他这个3比1跟3比1 他用几率角度来分析 远就占了4分之3 绿占了4分之1 这里黄占了4分之3 绿占了4分之1 好 现在孟德尔再把它衍生到双性杂交实验 第二次代表现型 圆跟谎 圆几率4分之3 谎的几率也是4分之3 把它相审 就是16分之9 这是惩罚定理 在这里 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为独立发生时的几率相乘 就又A又B的话 A的几率再乘上B的几率 远的几率4分之3 黄的几率也4分之3 所以要又远又黄 他的几率就用惩罚原理 4分之3乘上4分之3 16分之9 那又皱又黄皱4分之1 黄4分之3 所以这里16分之3 圆又绿圆4分之3 绿4分之1 乘出来16分之3 又皱又绿皱4分之1 绿也4分之1 乘出来16分之1 所以比值16分之9 比16分之3 比16分之3 比16分之1 不就是9 比3 比3 比1 所以这时候 孟特尔完全了解了 因为惩罚原理说 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是单独发生时几率相乘 所以这个16分之9 就是远跟黄 单独发生的几率相乘的成绩 所以孟特尔把惩罚原理 反过来解释 既然双性杂交第二指代的表现型 可以用惩罚原理来算出来 那也代表说 那也代表说 圆跟黄 这两个遗传性状是独立的 以上 我可以用这个 描述 再说 我可以用这个 描述